这期继续分享新娘八十篇,那你以为呢,坦白说你当时的那个成绩,能拿到全额奖学金吗?你能拿到全额的奖学金,还不是预估你的家庭将来能有用吗? 祖文家说道,这句话对乌林生的打击最大,一直以来,他都是觉得自己长得帅,而且学习能力强,还拿了国外大学全额奖学金,这都是自己可以吹一辈子的谈资。 但是现在呢,就连奖学金都是设计好的圈套,你按照我说的去做,走试图,利用你父亲的影响力,最好是在短时间内就站稳脚跟,否则的话,你要是真的没用了,那你的利用价值也就没了。 对了,你前段时间和我说,你搭上了一个女人,家里很有背景的,我当时汇报上去了,但是上面没有回应,公司现在对这个女人感兴趣了,到底是什么身份背景? 祖文家问道,云海市市长,他父亲是中南省的军区司令,这个背景怎么样? 乌林生苦笑着问道,还有呢,他们家在海外有什么关系吗? 祖文家问道,这个女人在海外没什么关系,女儿在上海上大学,有专门的人保护,所以,你就不要多想了,没用。 那你就施加一下影响力,让他送女儿出国留学吧。 门都没有,他女儿不许出国留学,这是孩子的老爷下的死命令,他们不想孩子多么出类拔萃,更不想让孩子出国涉险,不像是有些高官一样,怎么也得把孩子送出去,那样在国内就安心了。 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家倒是有先见之明了。 对了,他的老公在国外,常年住外,这个或许是你的机会,以你的手腕和美色,或许能成功。 乌林生讥讽道,祖文家贴到他的身上,想着和他温存一下,但是被乌林生一把推开了。 我该走了,回去和老爷子商量一下你说的那事,拜拜。 今晚不能留下吗? 我们也是好几年没有在一起了吧? 洗干净等着陈元伟吧,他才是你现在的老板,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否则,下半辈子的劳饭,不知道在哪吃呢? 乌林生说完就走了出去,没有丝毫的犹豫,这让祖文家恨得牙根痒痒。 张晓鱼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翻看着洛宇从人力资源那里要过来的公司人员档案。 先从最高级的管理人员开始,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工作背景,还有哪些是贺嘉瑜悄悄挖来交给洛宇,再由洛宇推荐给公司。 然后这些人也会把各自所在的部门的情况悄悄反馈给洛宇,可以说,洛宇正在不声不响地剖析着这个公司的全部情况,公司现在的运作,资产负债情况,这些都在洛宇的掌握中。 张晓鱼,陈总叫你呢?去他办公室。 此时,门口有人敲门进来说道。 张晓鱼认识他,是陈远敏的助理,一直都待在陈远敏办公室的隔壁。 找我什么事?张晓鱼问道。 不知道,我一个小助理哪知道这些。 张晓鱼敲敲门,陈远敏在里面叫了声进来,张晓鱼这才推门进去了。 今天洛宇不在,也没告诉他去哪了。 他也是个成年人了,既然被洛宇引进到了公司了,那么就不能时时刻刻再由洛宇看护着了,剩下的路也只能是自己蹚着往前走了。 所以,和陈远敏早晚都会打交道,只是他没想到会这么快而已。 陈总,找我有事?坐。 陈远敏指了指对面的座位,示意张晓鱼坐下。 张晓鱼也没客气,慢慢坐下,看着对面的陈远敏,说实在的,在面对了王启明和徐悦彤这样的人物之后,对于自己面前这个稍微有些小白脸味道的陈远敏,张晓鱼还真是没从心里有什么惧怕之类的情绪。 他和乌林生都能谈得很自然,那么陈远敏又能把自己怎么样呢? 你来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陈远敏问道。 目的? 当然是找份工作好好干,养家糊口了。 张晓鱼说道。 是吗? 张晓鱼,你不老实啊,你不说实话,那我就有权开了你,就算是落雨求情也没用,这是我家的公司,他不愿意干也可以滚蛋。 陈远敏冷冽地说道。 那我该怎么说? 张晓鱼问道。 我要听实话,你来公司的目的是什么?别再和我扯什么找工作之类的事情,我不信。 陈远敏说道。 张晓鱼面露难色,好一会才问道。 陈总这么为难我,是不是因为我的胳膊是被你的人掰断的?你以为我是来报复的,对吗? 陈远敏还没想到这一点呢。 在他看来,那是党玉刚的事,和他没关系。 再说了,党玉刚去了之后,还把这小子给救了呢,又打了乌铃声,吓得到现在都不赶着回家,连工地上的事都是遥控指挥。 报复,你有什么可报复的? 陈远敏问道。 我要是来报复的,那可报复的事就多了。 别的不说,先说那个党老二和党玉刚吧。 这两个人,都是和陈总关系密切的人,对吧? 可是据我所知,党玉刚涉嫌组织黑社会组织罪。 但是呢,他又在你们这里谋夺了工程,一直都是他的公司,在替明南集团处理土石方的运输。 如果党玉刚被查,明南集团的工地会不会立马瘫痪? 张晓瑜问道。 陈远敏盯着张晓瑜的眼睛,他愕然发现,这小子还真是有种,这是从来没人敢提过。 党玉刚早年也是叱咤省城的风云人物,行满释放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资本积累。 这么多年,什么手段都用上了,这才做到了现在的规模。 你知道党玉刚是什么人吗?就敢在这里胡说八道,你知道后果吗? 陈远敏问道。 知道,他是个黑社会吗?还是个有保护伞的黑社会,对吧? 没关系啊,看看他的后台硬,还是政府的靠子硬。 不过我也奇怪了,要是这是上报上去,党玉刚这个黑社会还是政府大楼的承建人,不知道省里的领导会怎么想呢? 张晓鱼问道。 陈远敏看看张晓鱼,好一会才说道,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陈总,你是明南集团的老板,我来这里也只是个打工的,我对你会造成什么威胁吗? 你是老板,还不是说开我就开我。 张晓鱼说道。 你知道就好,别给我找麻烦。 另外,你还是没说来这里的目的,你有自己的公司,还吞了一部分王启明的化工公司,为什么还要来明南集团? 不是另有目的是什么? 陈远敏问道。 看来陈总去查我了。 没错,我是有些小生意,但是我真正缺少的是在大公司工作的经验,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大公司,而骆总是我的老师,教会了我不少东西。 我先是从美安泰公司做过一段时间,但是那个公司太小了,所以我也想到大公司锻炼学习一下,尤其是明南集团是上市公司,这就更是够我好好学的了。 我就找了骆总,他把我介绍到这里来,就这么简单,其他的真的没什么了。 张晓鱼说道。 陈远敏文言摇摇头,说道。 不,你还有事没告诉我。 还有事。 陈远敏不知道和董事长说了什么,董事长出五个亿为他组建新的独立的地产公司,要在开发区政府大楼周围建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和购物中心。 在他的计划书里,我看到了王启明,乌林生,还有你,你代表谁。 陈远敏问道。 王启明倒是说过这事,但是后来就没下文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张晓鱼皱眉问道。 昨天的事,你不知道吗? 陈远敏问道。 我还不知道,这里面没我啥事,你想,我没钱,没人卖,他们拉我进去干嘛。 其实这是王启明的主意,他想让我代理他在国内的这些事,就是乌林生他们成立新公司的事,其他的我不知道,到现在谁也没告诉我呀。 张晓鱼皱眉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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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路,你要么是按照我说的去做,要么现在就滚蛋,落雨那里,我会和他解释的,你不适合这里的工作。 陈远敏说道。 张晓鱼皱眉问道。 这一关是过不去了。 但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自己谋夺利益最大化。 这是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那我也有个条件,合作吗? 都得有的吃才行。 只吃亏的事也干不长远。 您说呢? 张晓鱼说道。 说,什么条件? 陈远敏问道。 明南集团还要在云海经营几年 所以呢 现在明南集团工地上的土石方运输的事 都交给我来做 把党域刚踢出局 张晓渝说道 陈元敏一听 愣了一下 接着说道 你小子的胃口不小啊 你知道那些土石方的运输有多少钱吗 不知道 要是陈总同意的话 那些钱的两成 我再返给陈总 这样就合适了吧 张晓渝问道 陈元敏文言摇摇头 说道 那个不在于钱不钱的问题 是党域刚这个人是个地头蛇 没了他 我们的工程很多事都不好做了 你能做得来 党域刚无非是一些流氓手段而已 我要的是把党域刚踢出去 又不是把他的所有部下都踢出去 再说了 除了他这事就没人玩得赚了 张晓渝问道 陈元敏说道 你试试吧 你要是能把党域刚踢出去 他的那些工作我可以让你来做 但是剩下的事怎么弄你心里有个数 党域刚不是一个人 他的关系还是很厉害的 我知道 问题是只要是陈总说话算话就好了 剩下的事我去做 不会和陈总有什么关系 张晓渝说道 没问题 你只要是把党域刚踢出局 他的活你来做 陈元敏说道 那行 新的地产公司那边有什么消息 我都会向陈总汇报 保证陈总对新公司比合伙人还清楚 张晓渝说道 只有平等的达成一致的交易关系 才能保持关系的稳定 各取所需 会把这样的关系深化下去 林虎正在给新来的保安培训 所以没注意到 在墙根下站着看的张晓渝 直到转过身来 才看到了张晓渝的惨样 你这是怎么了 打架了 林虎问道 算是吧 自己肯定搞不成这样子 偷钱了还是偷人了 看这样 被打得不轻了 林虎问道 哎 偷钱的时候看着人不错 又接着偷了人 所以被发现了 要是不偷人 早跑了 张晓渝说道 你活该 有事情不好好做 偏到处跑 挨打的时候 没说认识我 林虎问道 说了 打得更狠了 张晓渝说道 屁 别在这里胡扯了 来找我啥事 不会是 让我帮你去打架吧 这是没门 出门 出门左拐打车去派出所 别在我这里没事找事 林虎说道 林师傅 我是来找你商量一下发财的事 打仗之类的破事 我怎么会找你呢 我知道师傅是个正派人 所以除了发财的事 其他的 我都不敢来麻烦师傅 张晓渝嘴甜得很 但是林虎知道 这小子 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别扯淡了 我遇到你这样的人多了 都是来给我找麻烦的 说吧 啥事 没事赶紧滚蛋 该工作工作 该要饭要饭 林虎说道 师傅 你认识党玉刚吗 哦 还有个叫党老二的人 好像是弟兄吧 张晓渝问道 你惹他了 林虎一听 皱眉问道 不是我惹他 是他惹了我 现在跑了 我正在找他 张晓渝吹牛逼道 还是算了吧 这个人不简单 你不要多事了 出了事我也照不住你 林虎说道 张晓渝点点头 说道 我这个胳膊 就是他的人掰断的 本来都已经好了 但是没想到 他的人把我抓了去 硬生生地给我掰断了 这口气 我可是咽不下的 林虎闻言皱眉问道 你得罪谁了 按道理来说 他没理由这么做呀 之前他是比较跋扈 但是这几年开始 洗白自己了 成立了不少公司 做正规生意了 我也不知道 我得罪谁了 但是他现在得罪我了 倒是真的 我来找您 不是要你 替我去报仇 是真的有个发财的机会 党玉刚有一个车队 现在在开发区 专门替明南集团运输工地的土石方 收益不菲 我的意思是 师傅 要是党玉刚倒了 你能不能组织人把这一摊子接过来 我已经和明南集团的人见过面了 只要是党玉刚倒霉 我们就有机会 张晓鱼说道 灵虎文言看着张晓鱼 问道 你小子这段时间都在忙活啥吗 这是都能够得着人 也没忙啥 就是认识了一些像师傅这样的贵人 贵人帮忙 我赚了点钱 有了一些机会 所以 我觉得 这次党玉刚的事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张晓鱼说道 但是这是不好办吧 你有计划了 暂时没有 我还在找他 等找到了他再说 要是谈得好呢 就和平解决 要是谈得不好 那就个人用个人的本事了 我相信党玉刚是个明白人 他一定知道哪头重哪头轻 张晓鱼说道 这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不见 张晓鱼的成长速度让林虎惊讶 这倒不是谈吐上的变化 而是脑子的变化 他的身上早已没有了乡村少年的影子 倒是有了城市里小混混的精明和脚霞 你要我做什么 林虎问道 我肯定不行 现在这胳膊还没好利索呢 我的意思是 他要是肯把那个车队交给我们最好 不交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自己去找车队 最多是我们少赚一些而已 但是我能把这个活拿下来 没了活 党玉刚的车队怎么活 张晓鱼问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要我去组建一个车队 然后管理这个车队 怎么办 成立一个公司操作吗 林虎不是不明白 他只是觉得这个生意党玉刚 让出来的可能性为零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在省城 除了师父 我找不到既有能力 又能让我信任的人了 张晓鱼给林虎戴了一顶高帽子 说道 小嘴巴巴的挺会说啊 但是我认为 党玉刚不可能会同意你的意思 你这几天 还是在我这里住着吧 免得出去被人绑了 那就麻烦了 林虎说道 我也不是第一次被人绑了 绑就绑吧 赚钱的风险是很大的 没风险的生意也赚不到钱 张晓鱼说道 我的意思是 有风险没问题 但是这风险 要能自己控制得住才行 否则 容易把自己装进去 林虎说道 我知道 会注意一点 不过我现在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这有啥 张晓鱼说道 嗯 小心使得万年船 对了 你那个老乡陈伟这段时间干得不错 我给他提拔了 但是你得告诫他一下 别有事没事 就带着女学生去开房 还说什么粉丝呢 我一听就想抽他 林虎说道 现在还那样呢 张晓鱼问道 可不是吗 上次在值班室里瞎搞 我都想把他送进去 但是这小子干事确实也利索 就是这个毛病改不了 林虎说道 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见了他我和他聊聊 这家伙有种 都会睡粉了 张晓鱼笑道 他要是再这么不检点 我一准抽他 林虎说道 乌林生在饭桌上酝酿了好久 才试探着问道 爸 妈 我有个想法 我不想回单位了 我想留在云海工作 你们觉得呢 好啊好啊 这样离家就近了 乌林生的母亲文黎明 非常高兴地说道 好什么好 你才去了公司多久啊 摸清门到了吗 就知道瞎胡搞 是没脸回去了吧 乌长东问道 爸 您说得对 我现在是没脸回去了 到处都在传我和徐月彤的事 让我咋回去面对 你还是把我捞出来吧 我在地方上找个清闲点的 不引人注意的工作先干着 慢慢积累经验和资历 到时候 我就能大干一场了 乌林生说道 问题 是你现在能干啥 要资历没资历 要经验没经验 你能干啥 乌长东放下筷子问道 爸 我想了 我虽然来云海工作 但是我不能拖累你 更不能让人说 我是靠着您的关系升管的 所以 我就去一个 不引人注目的部门吧 这样的话 别人也不怎么注意我 你也安全 乌林生说道 这么说 你想好去哪了 乌长东问道 嗯 我想好了 就去统计局吧 那是个冷衙门 我先去那里磨练一下性格 再说去其他部门的事 这样也可以积累经验和资历 乌林生说道 哎呀呀 去什么统计局啊 那里冷清死了 都没几个人在 我看 要么是去财政局 要么是去公检法之类的 统计局太死板了 文黎明说道 妈 你不懂这个 统计局看起来是个冷衙门 其实非常的重要 下面发生的事情 更多会汇入到数据里 然后报到统计局来 数据以后是政府的另外一个黄金矿场 非常有前途 你看现在的高科技公司 其实这些高科技公司 现在都是数据公司 我们的所有数据 他们都能掌握 政府以后也会非常重视数据这个东西 乌林生说道 好吧 既然你有这个认识 我明天问问情况 看看统计局那边什么情况再说 乌长东总算是松口了 妈 以后我下了班 就可以陪你去买菜了 说实在的 我这些年在外面飘来飘去的 最想念的 还是小时候跟着您去菜市场买菜 乌林生话没说完 裤兜里的手机剧烈震动起来 现在只要是手机有动静 他的心里就是一阵狂跳 但拿出来手机一看 不是组文架 他的心里就放松一些 喂 什么事 乌林生问道 乌总 有时间见个面吧 有点事需要商量一下 张晓鱼在电话里没说什么事 那行 你等着吧 我回头联系你 乌林生说道 乌林生放下了电话 乌长东此时说道 你要是留在云海也行 但是有一点 那就是不许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要是被我发现了 你就给我滚出去国去 不许再回来 爸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肯定是知道轻重的 我哪会和那些人来往 乌林生说道 那 刚刚打电话的人是谁啊 这个 一个朋友 朋友 哪来的朋友啊 你刚刚来云海 认识几个人 还交朋友了 乌长东不满地问道 是一个叫张晓鱼的人 给徐月彤办事的 乌林生不得已说道 你还和徐月彤来往 乌长东脸色一沉 问道 我早就不和他来往了 但是和他手下的一个人 倒是关系混得不错了 我还是想找机会把东西拿回来 放在别人那里 总归是一个雷 不知道什么时候想呢 所以 这人我觉得可以利用 所以就给他几分颜色 看看能不能为我所用 乌林生说道 乌长东阴沉着脸部说话 有些事文黎明是不知道的 所以此时一听 这爷俩好像是在打雅谜 于是问道 你们在说什么呢 儿子 你千万不能再和那个女人来往了 我们家丢不起那个人 妈 我知道 我早就不和他来往了 我吃完了 出去一趟 乌林生说道 文黎明看着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于是看向乌长东问道 去什么统计局啊 那么冷的衙门 不能在下面找个位置 复职也行啊 锻炼几年 等你走的时候 就可以把他提上来了 你说的是简单 现在这么多人都在盯着呢 这是得小心着点 不然被人抓住小辫子 就不是闹着玩的事 哎 我现在真是后悔把他弄回来 在国外待着 不至于在国内惹事 一旦在国内出事 你我都跑不了 这就是养儿女的代价 不成器的东西 乌长东对于自己这个儿子 很是恼火 乌林生开车出去 到了约定的地方 张晓鱼已经在等着了 这一点倒是让乌林生感到满意 那就是 这家伙很守时 是你找我 还是你老板找我 乌林生问道 我找你 我老板恨不得扒了你的皮 他才不会找你呢 说吧 张晓鱼递给乌林生一支烟 还帮他点着了 说吧 啥事 我这几天烦着呢 别有事没事来骚扰我 乌林生说道 怎么 谢雨晴那里不顺利吗 张晓鱼问道 你不是不让我打他的主意吗 怎么 你也想一起玩玩吗 乌林生在女人方面 还真是个流氓 三句话就吓到 不过就像是乌林生说的那样 凡事皆可交易 张晓鱼和乌林生接触的次数多了 时间长了 发现这个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是 坏到了骨子里 你还记得党玉刚这个人吗 张晓鱼问道 党玉刚 这混蛋回来了 乌林生问道 据说是回来了 有陈渊敏罩着他 他以为没事了 再说了 明南集团工地的不少活都是 承包给了这家伙 他得回来捞钱啊 张晓鱼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乌林生问道 张晓鱼指了指自己的胳膊 说道 我这胳膊可还疼着呢 怎么能忘了这个人 乌林生看着张晓鱼 脚狭的眼神闪了闪 问道 你小子是有别的事吧 别和我玩虚的 有什么事直说 我的意思是 乌总 他打你那一顿 你就这么算了 是想亲手打回来 还是就这么算了 张晓鱼问道 那是我的事 和你有个屁的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找的也是这个人 你找的也是这个人 这不就是关系吗 张晓鱼说道 别扯没用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时间和你在这里玩文字游戏 乌林生说道 很简单 把他赶出云海 张晓鱼说道 乌林生文言一愣 盯着张晓鱼 问道 那家伙好歹也是个混社会的 你说敢就敢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倒是没有这么想 打了我 回来我给他几个嘴巴子 再给我个几百万就行了 要求不高吧 他能拿得出来 干嘛要赶尽杀绝呢 在知道了张晓鱼的目的之后 乌林生在想自己的价码该开到多高合适 因为他知道 张晓鱼不会单单只是为了报仇 才来窜夺自己的 一定是有其他的目的 张晓鱼的目的有多大 自己的胃口就得水涨船高才行 我昨天去明南集团了 以后也可能会在明南集团待几年 所以呢 我发现明南集团的不少外包 都给了党玉缸 要是党玉缸滚出云海市 那我就可以找人 把这些外包都接过来 人我都找好了 但是呢 党玉缸在省城是有保护伞的 一时半会还真是难清理 要是有乌总这样 有身份地位的人 出来吆喝一下 或许就简单得多 张晓鱼说道 那我能得到啥好处 乌林生问道 乌总可以报仇了 到时候 你想打他几巴掌都行 滚蛋 装傻事吧 乌林生不悦道 那你说 你想要多少 我什么都不要 你让徐悦彤 把那些东西还给我就行 乌林生说道 那些东西不在我手里 要是在我手里 我现在就可以还给你 这是吧 得慢慢来 你得让他知道 你变成一个好人了才行 你 你先等等 这样 你听我的 我帮你把它彻底地征服了 你把东西给我 党玉刚这点事 也就是打个招呼的事 我就不要回报了 乌林生说道 这么简单 张晓鱼不信地问道 对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我要的东西 你到时候得给我拿回来才行 否则 我会把你的老底 都接给徐悦彤 乌林生说道 你现在每天都和他联系吗 乌林生问张晓鱼道 没事联系干嘛 张晓鱼说道 你现在听我的 每天都去见见他 就是不去见他 每天也要把你这一天干的事情 都向他汇报一下 每天早晨问候早安 晚上问候晚安 乌林生侦侦侦而谈 哎 等一下 这都是你用过的吧 这些他一定都知道 你现在在教我 是我傻 还是你傻 还是他傻 张晓鱼问道 张晓鱼虽然没有明确地说 自己想要听乌林生的 然后去想办法把徐悦彤搞到手 但是很明显 在他的内心深处 这是有暗示的 因为乌林生说的另外一件事 让他害怕了 那就是 如果不能和徐悦彤 这样的人发生感情纠葛 将来一旦有了风吹草动 张晓鱼这只白手套 将会成为第一顺位 被抛弃推出去顶雷的 如果自己奋斗半生 不过是给别人做嫁衣 还不如到街上这个摊子 卖臭豆腐呢 那样至少卖一块 都是自己的 不至于从天堂到地狱般 所以 当乌林生那天 对他说了那些话之后 张晓鱼觉得自己 是该想想办法了 你放心 在对付女人方面 你还是太嫩了点 女人的思维 真的不是靠脑子那么简单 她们的思维很复杂 越是复杂 越是容易掉进同一个坑里 放心吧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时间一个月 有时间就去当面汇报 没时间就发信息打电话 乌林生说道 然后呢 张晓鱼问道 然后 你先按照我说的去做 做完了这些之后再说 你想想 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都要重复地去做这件事 但是每天的话题还不能重样 你能做到这些 说明你的脑子里有东西 否则 三天就没话说了 怎么开始一个话题 怎么结束一个话题 你先拿出点诚意来 把我的那些东西先给我一部分 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人的 给我也行 乌林生把话说到关键处 居然提出了条件 这和看视频到了精彩处 要求充会员一样恶心 当然 还有付费看小说 哎 你不愿意教我就算了 这可不是我求你的 其实我觉得吧 乌总 你真是个大变态啊 你知道和徐市长没什么可能了 现在要教我怎么泡他 你这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给他看 你看你虽然不理老子了 老子一样找其他的男人泡你 还能泡上你 是这意思吧 我咋觉得你这是给我挖了一个好大的坑啊 到时候等我成功了 你再去找徐市长说这事 那我就成了和你合伙骗他 我猜 那个时候我一定是最惨了 张晓鱼说道 或许是被揭穿了 或许他是真没这么想 总之 当张晓鱼说到这些时 乌林生常常地叹口气 说道 随你吧 无所谓了 我反正该教的还是要教你 我就是想拿回我那些东西 我可不想头上一直顶着雷 其实你作为中间人 帮着缓和一下我和他的关系 把东西还给我 我们是双赢 乌林生低声说道 那党玉刚那是怎么办 张晓鱼问道 我找陈渊敏算账 这个家伙真是不知道好歹 现在党玉刚在哪里 他知道吗 乌林生问道 肯定是知道的 而且党玉刚的车队运转正常 所有外包给党玉刚的工程 都运转正常 所以党玉刚一定还在云海 只是藏起来了而已 但是陈渊敏一定知道 这个人在哪 张晓鱼说道 张晓鱼 你要是想和我合作呢 就老老实实的 别和我玩花的 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就是想要拿回来那些东西 别的什么都不要 这是你能办 我就能帮你 你不能办 咱们谁也不要浪费时间了 乌林生说道 张晓鱼想了一下 说道 这是我做不了主 我得回去向徐市长汇报一下 看看他的态度 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吧 我会尽力把这是给办成了 但是你这边得做出一副 非要和党玉刚算账的架势才行 没问题呀 各需所需 合作愉快 乌林生居然主动地伸出了手 张晓鱼也伸过去 两人握握手 虽然不能说是握手言和吧 至少两人以后见了面 暂时不会恰起来了 如果是换在以前 乌林生非要把张晓鱼弄死不可 而张晓鱼呢 也不会这么快就和乌林生达成妥协 这都是成长的表现 乌林生知道了 在丛林里 并不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老虎 不用去捕食 即便是处于食物链顶端 处在圣者通吃的圣者的地位 也得主动出击才行 无论是食物还是财富 都不会主动地送到嘴边来 而张晓鱼更是明白 死敌不需要多 一个就能让你寝食难安 所以 能化敌为友最好 即便不能化敌为友 在自己处于优势地位时 也要想办法化解一下对方的情绪 能合作最好 不能合作 也得让对方放下时刻拿着的刀子 因为我们不可能时刻都在自己的背后 安一块盾牌 当然了 如果可以 把对方直接弄死更好了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能把对方弄死 妥协是必要的 也是逼不得已的 那我回去汇报一下 顺便试一试你 教我的东西 看看是不是管用 我就不信他会掉进同一个坑里 张晓鱼不信地说道 放心吧 他一定会掉进去的 注意你的情绪 一定要表达足够的诚意 乌林生说道 乌林生此时看到了一个熟悉 但是他又非常不愿意见到的身影 祖文家 他是在跟踪自己 还是凑巧在这里遇到了 张晓鱼离开之后 乌林生没有立刻离开 果然 祖文家在张晓鱼上了车开走之后 这才慢慢地躲不过来 大晚上在这里见一个男人 你真是好兴致啊 这个人是谁啊 祖文家问道 就是他把我的东西 从我家里偷走的 我在和他谈 看看怎么把那些东西要回来 他就是那个 给徐悦彤办事的家伙 祖文家问道 没错 他现在给徐悦彤办事 徐悦彤很信任他 乌林生说道 祖文家眼珠子转了转 说道 要不要我帮帮你 怎么帮 你也想用对付我那招对付他吗 没用 他不是体制内的人 你用那些烂招数 对付不了他 乌林生说道 乌林生暗耐住内心的激动 激将道 无论是对于张小鱼 还是祖文家 他都是欲除之而后快 但是很显然 自己对这两个人是毫无办法 但是如果这两人能相互地摇起来 那是最好不过了 因人而异 对每个人都用一样的招数 那还是我们公司的做法吗 祖文家问道 他喜欢把自己的组织说成是公司 这样的话可以显得稍微中性一些 如果直接说成是间谍 那就太刺耳了 行啊 我和他见面 也是希望他能把拿走的东西还给我 要是那样的话 利用那些东西 你要的那些东西就手到擒来了 乌林生这话又给祖文家的内心加满了 真的 祖文家问道 当然是真的 我说过 如果那些东西还在的话 别说是那些数据了 你就是要的再多一些 我也能帮你拿到 但是那些人现在都不会再听我的了 因为我手里没什么可威胁他们的了 乌林生说道 祖文家点点头 说道 好 我帮你拿回来 但是如果你骗我 到时候你知道后果 不信就算了 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 对了 我家老头子同意我去云海统计局 但不是马上去 他怎么运作我不知道 我只能是等着 不能操之过急 乌林生说道 没问题 我帮你向公司解释 祖文家非常和气地说道 但是在乌林生的眼里 他可不是这么和气的人 在他的眼里 他就是一头母狼 时刻都在准备着疗牙 不时地就会咬人一口 一个不如意 自己连骨头都剩不下 此时此刻 乌林生动了杀鸡 你找他有事吗 他开了一天的会 为了省城的交通治理 和一帮人在那里吵的喉咙都哑了 韩英奇出来 小声问张晓鱼道 张晓鱼一听 马上就打了退堂鼓 但是又一想 自己来干嘛了 这时候不是最好的时候吗 徐悦童为工作劳累 每个人和他谈的都是工作 但是自己要是能谈点别的 那不是更好 有点是汇报 不方便的话 那就改天吧 张晓鱼说道 你等一下 我去问问 我也该下班了 你坐我的车走吧 嗯 没人和你一起来吧 韩英奇试探着问道 没有 我自己来的 张晓鱼说道 于是韩英奇去了楼上 几分钟后 林全和韩英奇一起从楼上下来了 韩英奇招招手 指了指楼上 那意思是让张晓鱼上去 你有事就说事 快点下来 别多聊 林全嘱咐道 张晓鱼点点头 迅速地上楼 在门口停了一下 舒缓了一些呼吸 这才敲门进去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一次他有些紧张 难道是因为自己心里有鬼 坐吧 徐悦童疲惫地已在椅子上 疲惫的样子让人心疼 都说当官好 那也要看是当什么样的官 真正想要干点事的人 都知道这个位置上是真的累人 当然了 那些得过且过混吃等死的人 也会很累 他们累是因为每天都坐在那里 想怎么混过去这一天 怎么做才能保证 屁股上不长疙瘩 也累 很累吗 张晓鱼轻声问道 乌林生告诉他 再见面的时候 不要再叫他徐市长 什么都不用称呼他事事 就是平白地说话 这是营造一种平等的姿态 他当时不需要这样做 是因为他本身的出身和学历 以及和他是一个单位的 从未称呼他的职务 如果一直叫他徐市长 这种称呼会一直暗示 你比他要低很多等级 你会不自觉地 把自己摆在一个低等级的位置上 那样的话 你哪有胆子再进一步 所以 一切的变化 从称呼开始 嗯 我发现没有在企业里舒服多了 地方上的这些人 哪个都是老油条 大雨才过去几天 这些人就都忘了 今天召集了几个区的负责人 都有说辞 哎 真是烦得我恼人疼 徐月彤说道 是啊 这些人都是官场老油条 别说是自己干事了 看到别人干事不下半子 就是好的了 但是我感觉 徐 您不是这样的人 你是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的 所以 无论怎么样 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你 张晓鱼说道 徐月彤文言 睁开眼看着张晓鱼 慢慢地直起了腰肢 两条胳膊放在了桌子上 张晓鱼的内心里一阵紧张 自己刚刚的措辞是不是被他发现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徐月彤问道 对 前段时间和乌林声冲突时 我这个胳膊被云海当地的一个黑社会组织又掰断了一次 要不然得好多了 所以 这事完了之后 我偷偷调查了一下这个团伙 发现他们还真是不简单 不是那种街面上的小混混 而是有保护伞的黑社会 而且 他们有公司 有车队 从明南集团成建的新市政府大楼承包了不少的工程 所以 我想要是有机会 可以试试把这些东西都拿过来 我出面去拿 毕竟 只有启明化工太单薄了 张晓鱼说道 张晓鱼说到这里 徐月彤就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了 虽然带着惊愕 但是却很高兴 高兴的是 张晓鱼不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 还因为他善于抓机会 找机会 而不是自己要他去做什么再去做 自己困在政府里 能有多少只眼睛去发现机会 还不是靠他自己在外面闯 你想怎么做 徐月彤问道 我已经找人查 这个人的黑材料 要是能稳妥地拿过来最好 要是不能 就得请你出面 扫黑除恶还没结束呢 借着这股东风 彻底扫掉它 要是有保护伞的话 还可以挖一挖 这样的话 你在接下来的政府工作中 可能会好做一些 张晓鱼说道 张晓鱼说得没错 他的感觉是自己在市政府里说话 没有权威性 更不要说在那些老游子的区长书记面前了 这些人扬奉因为不说 开会时还会对自己的计划各种挑剔 让他们自己拿计划又拿不出来 催促着拿出来的东西不是漏洞百出 就是没有可执行性 总之一句话 徐月彤感觉现在自己好像是在一张网里 怎么挣扎都是徒劳 每做成一件事都要耗费好几倍的努力 一切用起来都不是那么顺手 很难办 你还懂政治 徐月彤问道 我不懂政治 但是我愿意学 我也想多学一点 懂得多一些 要是你哪天问我 我也能回答上来 韩英奇和林全毕竟是女孩子 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正常 我要是也不感兴趣 那以后你就是想和人讨论一下 也难找到人了 张晓鱼说道 你倒是想得长远 徐月彤微笑着说道 此时的徐月彤果然是从工作中挣脱出来 脸上也有了光泽 这让张晓鱼松了一口气 她也没因为自己没叫她徐市长 而有所不悦 看来乌林生说的是正确的 这混蛋还真是了解女人的心思 我不能不想 从你委托我去办起名化工的事开始 我就想了很多 怎么才能为你多做点事 少添点麻烦 我还在慢慢学 所以 有时候会有些笨 你还得教我 张晓鱼这话 就有些撒娇的意思了 果然 徐月彤很受用 乌林生说 徐月彤这个人 有些感情泛滥的意思 只要是对路了 他会对你清心清情 这一点也是乌林生有些受不了的地方 他太粘人了 男人喜欢女人的状态 一定不是24小时粘着 这个度的女人自己把握 男人向外推的时候已经晚了 所以乌林生警告张晓鱼 适可而止 吊 是一种极高的手腕 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的 一句话 这个吊字 全凭自己的领悟 男人和女人刚刚开始时 恨不得24小时在一起 同吃同喝同玩同床 但是很快 你就会发现 这就像是一个人的脑子里 有了两种想法 不但是身体没了独立的空间 就连思考也没有了独立的空间 像极了精神分裂 你时刻会感觉到 旁边有个人在 废话 可不是就有个人在吗 于是 情绪开始反击 结果可想而知 好啊 你想学我就教你 我喜欢上进的人 徐月彤看似说得随意 但是张晓鱼却内心狂跳 但此时他忍住了 没做出任何的表情 却说道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睡 党的工作不是一天干完的 休息好才能工作好 那好 你也早点回去 徐月彤说道 张晓鱼刚刚要站起来时 徐月彤却接着说道 昨天上午 尹老师来找我了 我们谈了谈 一起喝了咖啡 聊得还挺好 哦 张晓鱼心念电传 不明白他此时提起这事来 是什么意思 你不想知道 我们谈了什么吗 徐月彤笑盈盈地问道 啊 张晓鱼就算是想知道 这个时候也不敢说啊 只能是顺着他的胡茶问道 他能谈什么 不会是谈了梁静泽的学习吧 这不是扯淡吗 梁静泽又不在这里上学 又不是尹清晨的学生 怎么会谈学习的 张晓鱼这是在尬聊 他是来专程向我道歉的 说前段时间的时候 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让多多把静泽带到他家里去了 还让静泽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所以感到很不好意思的 就过来向我道个歉 徐月彤说道 哦 那是应该的 这事他们做得确实是过分了 嗯 那个梁静泽没什么不是吧 张晓鱼问道 我告诉他 这是张晓鱼早就和我说过了 我也了解了情况 所以没必要再来道歉 尹老师人不错 坚持要道歉我也没办法 不过呢 我倒是感觉他道歉的诚意不够啊 徐月彤话风突转 刚刚还是一副和谐的场面 但是接下来的话 倒像是觉得尹清晨不够有诚意 这让张晓鱼更是不知道 这话怎么接下去了 静静地等着徐月彤的下吻 徐月彤没有马上接着说 反倒是打开了抽屉 从抽屉里拿出来一个档案袋 然后打开 将里面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推向了张晓鱼 张晓鱼一看这些材料 眼睛都瞪直了 因为这些所谓的材料 都是和A4纸一般大的照片 不过看起来像是彩色改印出来的 都是张晓鱼的杰作 模特是尹清晨本人 有几张是穿着紧身衣服的 但是大多数都是裸着的 只不过这些照片都不是戴有人脸的 可是张晓鱼对这些照片很熟悉 因为这些都是他经手的 所以张晓鱼现在也想问问尹老师 你到底是啥意思啊 你来给徐月彤送这些东西 要说明什么呢 你来解释一下吧 徐月彤问道 我 我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 的确是不合适 我回去问问他 明天向你汇报吧 说着 张晓鱼一只手把这一打图片收起来 要离开这里 这真是一个无比尴尬的场面 尹老师的意思是 这是一种很隐私的行为方式 所以 只要是不妨碍别人 别人也管不着 还告诉我说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 治好了他的失眠症 每晚都休息得很好 是这样吗 徐月彤问道 嗯 他说这样很解压 张晓鱼说道 我说他诚意不够 是因为他的目的恐怕不只是解释那么简单 他在暗示什么 暗示我也可以这样做吗 徐月彤站起来 走到了张晓鱼的身后 弯腰在他的耳边问道 张晓鱼吓得灵魂出窍 他现在可没这个意思 我知道 你看过了从乌林生那里拿来的视频和照片 所以你认为 我也喜欢那些游戏对吧 徐月彤问道 没有 我觉得吧 尹老师的意思是 他这么做是正常的 只是有些人不理解罢了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解压 又不会妨碍别人 这也没什么不正常吧 张晓鱼解释道 是吗 他是这个意思吗 徐月彤问道 应该 是吧 张晓鱼也不敢做保证了 只能是先过去这一关再说 自己本来是想来献殷勤的 哪知道尹老师先给自己埋了个雷啊 我相信你不会把我和乌林生的那些事到处乱说 更不会 哦 那个绝不会 我上次说过了 我和尹老师的那些事早就有了 绝不是我拿回来那些东西之后才有的 这个我保证 张晓鱼说道 徐月彤点点头 说道 我信你 也信尹老师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向我证明 他做这样的事的原因 对吧 应该是 可能还是因为怕你因为梁静泽的事生气吧 这个 我回去和他解释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张晓鱼说道 那好 你回去吧 徐月彤笑笑说道 张晓鱼如蒙大赦 起身告辞离开了 林全见张晓鱼和韩英琪一起走了 但是徐月彤没下来 于是急忙上了楼 去了书房里 一眼就看到了徐月彤桌子上的那些刺眼的图片 虽然不想看 但是依然没控制住自己的眼睛扫了一眼 看看这些东西 好玩吗 徐月彤问道 得到了允许 林全这才低头看了起来 但是越看越觉得心跳加速 脸都红红的 让人感觉到不能自拔 这 这是张晓鱼拿来的 林全问道 不是 是尹清晨拿来的 说是送我的礼物 这算是什么礼物 你对这个感兴趣吗 徐月彤抬头看向林全 问道 这东西是 行为艺术吗 林全试探着问道 不是 张晓鱼说 这是为了给尹清晨解压 她很喜欢这个 以前每晚失眠 但是如果是经过了这个过程 每晚睡得都很好 而且压力也减小了不少 我这段时间 每晚也就是睡两三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就是闭着眼休息 想各种事情 累得很 说到这里时 徐月彤看向林全 林全也在看着她 你会吗 徐月彤问道 这个 不是太难吧 我可以试试 但是我没试过这种事 我担心伤到你 林全感觉自己的嘴唇有些发干 说道 没事 我们可以试试 别绑得太紧了就行 才开始吗 试试就好 没用的话就算了 有效果的话 你找张晓鱼好好学学 那些图片都是张晓鱼捆绑的 徐月彤说道 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 什么都会啊 这种事他也会 林全说道 你以为呢 尹卿尘给我送这些东西时 我开始怀疑他和张晓鱼是串通好了的 就是想让我也尝试一下 当然了 目的就是让张晓鱼下手 要真是这样的话 这俩个家伙 我还真是要小心他们点 这都是打的什么主意 是看了我和乌林生的那些照片和视频 有想法了 徐月彤问道 这不能吧 林全问道 难说啊 你看张晓鱼那家伙 眼睛一转一个主意 当初让他去见王启明 硬生生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真是难说 尹老师更是人精 不知道怎么的 还窜多敬泽 转学到才大来 你想 这里面没有联系吗 徐月彤一边说 一边拿出来了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也是尹清晨带来的 当时他只是扫了一眼 也没仔细看 只是看到了里面是包装的很精美的绳子 这个也是尹老师送的 看看 还有简单的说明书 你照着说明书试试吧 徐月彤说道 掌控权力是每个人都喜欢追求的 这个权力在原始社会就开始萌发了 但是随着人类的进化 一部分人失去了掌控的权力 成为被掌控的人 再然后 社会的发展 将掌控者与被掌控者的地位 通过社会法规来规定出来 这个角色不再是固定的 而是随时可能流动的 简言之 处在掌控者位置上的人 不见得就有掌控的能力 这就可以诠释那些处在权力高位的人 为何会无所作为 或者是不能熟练地运用权力 这就是因为错位了 此时 他除了累和无助之外 别无其他的感受 这也不难解释 这个圈子里 很多都是高级管理人才 又或者是处于社会金字塔尖上的有些人 因为各方面的压力 让他们无从释放 除了自我消解别无他法 此时的徐悦彤感受到了工作的压力之大 已经开始摧毁他的健康了 感觉怎么样 林全一番笨拙地操作之后 总算是按照说明书 做成了一个简单的造型 但是和张晓鱼操作的那些比起来 简直是毫无美感 烂七八糟 到处是绳结 到处是疙瘩 你拍张照我看看 徐悦彤说道 等到林全将手机拿给徐悦彤看的时候 徐悦彤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把我当粽子了是吗 不是 我 我就是按照说明书做的 怎么 怎么成这样了 林全也很着急地说道 算了 有这么个意思就行了 别说 还是很舒服的 感觉像是 被人抱着 可以彻底地舒展自己的身体 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失控 因为外面有保护 还不错 虽然造型不怎么样 对了 这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更不要告诉张晓鱼 徐悦彤嘱咐道 我知道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林全保证道 林全和徐悦彤在家里操作这事 韩英奇将张晓鱼送到了他租住的楼下 哥不怎么样了 韩英奇问道 还行吧 慢慢休养吧 这事也急不得 对了 下周一和陈小棠什么时候结婚 张晓鱼问道 这是我没问 懒得管他 韩英奇说道 两人坐在车里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那真是有些尴尬 有时候会冷场几秒钟 几秒钟在平时看不出来 但是在两人独处的空间里 真的是非常漫长的时间 要不要上去做会 张晓鱼忽然问道 啊 那就算了 不是 行啊 我还没到你住的地方看过呢 是不是乱得和猪窝似的 韩英奇用这样一句话掩饰自己的尴尬 韩英奇跟着张晓鱼进门之后看了看 一眼就看出来这里很少有人在这里住 不知道这家伙平时都在哪里住 又把自己带到这个地方来干嘛 但是从张晓鱼的角度说 你想多了 这里 没人喂啊 韩英奇说道 你这话说的 是在骂我没人喂呗 张晓鱼问道 你有人喂吗 韩英奇看他一眼 眼睛忽上忽善地眨了几下 问道 张晓鱼一愣 说道 看来韩警官对我很不满啊 来来 坐下说 对我有啥不满的 我改 韩英奇坐下后 张晓鱼坐在了他的对面 俩人一时间没什么话题了 但是 这是在张晓鱼的地盘 他要是一直沉默 人家就该走了 我和林全现在一天在一起七八个小时 有时候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 他把你们之间的不少事都告诉我了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韩英奇问道 张晓鱼一听这话就明白是话里有话 原来自己去徐月彤家里找徐月彤的时候 韩英奇就打算好了 今晚要和张晓鱼谈谈 所以才告诉他今晚一起走 我觉得吧 你这话应该是分开来说 不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再说了 看和尚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看的人多了 我都上了吗 你好好说话 三句话就开黄枪 有意思吗 韩英奇不满地说道 我说的是实在话 我也知道 你问我这是啥意思 也知道你想听什么 那我就告诉你 你想听的实话 无论是林全还是你 都不适合我 张晓鱼说道 韩英奇当然不会承认他自己的意思了 但是也没反驳 只是看着张晓鱼 听他说下去 林全也好 你也好 肯定知道我和好几个女人 都保持着暧昧不清的关系 你们两个都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都是好女孩 所以呢 你们怎么会容忍我这样的人渣 到处招风引蝶呢 对吧 张晓驴说道 韩英奇文言深深地吸了口气 看得出来他很生气 那你就不能正常点 找个固定的目标谈个恋爱 结婚 这不是大多数人都要走的路子吗 韩英奇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是啊 可是如果那样的话 我的路就会窄很多 就要放弃很多的资源和人脉 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如果我没从陈家寨走出来 我也会安分守己地走这条道 但是现在 我肯定不会这么老实地走这条道 因为我发现我以前走的就是阳长小道 现在有高速公路 我干嘛还要回去走那条小道呢 张晓驴问道 人个有志真不是一句敷衍的解释 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道路不一样 最后到达的目标也不一样 张晓驴很享受现在的自己 从被逼无奈到学会享受 这样的一个心理路程 谁又真正关心过 你这是打算一条道走到黑了 韩英奇问道 现在已经上了高速了 倒车还是停下都会被扣分罚款 严重地还可能被吊销驾照 你说我该怎么办 张晓驴问道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让人很烦啊 韩英奇无奈地说道 我知道啊 我现在也很烦我这样 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是这个城市把我教坏了 我刚刚来的时候 在财大当保安 一个月一两千块钱 觉得不错了 差不多我干两个月 就能赶上我家地里一年的收成了 但是后来 我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事 他们教会我 还有很多比保安还要赚钱的事 就这么一步步被拉进了现在的漩涡里 其实你也没必要感觉不舒服 每个人都是朝着自己不喜欢的方向走 活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 你敢说 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和自己吗 张晓驴问道 张晓驴不傻 他只是缺少一个施展自己的平台 陈家寨无疑不是个好的平台 但是很明显 云海这个城市 就能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 通过在城市里的摸爬滚打 尤其是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女人之后 他总结出来一个道理 那就是 有的女人是需要说服的 但是有的女人只能是说服 毫无疑问 像是林全和韩英奇这样的女人 绝对只能是说服 别的招根本不管用 还可能会适得其反 所谓的说服 当然不是想方设法让对方和自己上床 而是讲道理 把自己的情况都告诉对方 包括自己的想法 现在的状况 财产状况和感情状况都要如实招供 千万不要想着和对方上了床 再去招供这些事情 如果你把自己有多渣都告诉对方了 对方还是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那你就可以不要脸地接纳对方了 这个时候 对方可能是奔着要改造你的目的来的 想要改变你的思维 就你于水火 但是后来发现不可能 结果可能有两个 默认和离开 但是无论是哪种 像张小驴这样的人大概率不会有麻烦 可是 如果你什么都不说 隐瞒了自己的关键信息 可是又和人家女孩轻轻我我 发展得异常顺利 恨不得见面三分钟就告诉人家 我们床上说吧 这就是所谓的操之过急 床上该干的事都干完了 对方发现你不老实 沾花惹草的 那就麻烦大了 这属于欺骗 所以 此时的张小驴就是要先说服韩英奇 让他知道自己的底细 而且很仗义地告诉他 自己改不了 你也不要指望我能改 要是你觉得能忍受我的这些毛病 我们可以试试 你要是一刻也忍不了 那我们做朋友不是更好 无疑 这是一种仗义的做法 也是一种高明的做法 这样可以省却掉不可预知的麻烦 也让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数 但事实上 这样的人太少了 采用无耻的手段把对方骗到手 还想着改变对方的想法 这更是一种流氓手段 无耻的人很多 但是无耻也得有个限度吧 现在张小驴把握这个限度的手腕越来越高了 把话说得这么直白 你就不能说几句谎话骗骗我 让我心里不这么难受 韩英奇看了张小驴一眼 不满地说道 我倒是想骗你 但是有些事不能说谎 这是原则问题 张小驴说道 谎言的本质是为了获利 但是现在的谎言 在无形中起到了一个加强交流的作用 试想一下 两人之间说的都是实话 从来不会说一句谎言 那么结果就是 交流的机会大大降低 因为都是实话实说 有什么可反驳和狡辩的呢 有句俗话叫 每说一句谎言 就需要用十个谎言 去圆第一个谎言 虽然这不是在提倡说谎 可是说谎的过程里 无形中增加了十倍的交流量 说谎 质疑 反驳 解释 再说谎 如此循环往复 两人斗智斗勇 无形中就会增加很多的乐趣 这里不是鼓励说谎 只是想总结一句话 无话不说的结果都是无话可说 好吧 你就一条道走到黑吧 我等着捞你 韩英奇说道 说完这话 韩英奇再无其他的话 场面那是相当的尴尬 韩英奇见他也不想再解释了 于是说道 那我走了 你早点休息 我送你 算了 我自己能走 韩英奇拒绝了张小驴的送行 到了楼下车里 韩英奇坐在驾驶座上 好一会都不能将钥匙插到汽车钥匙孔里 这让他相当的恼火 生气将钥匙砸在了仪表盘上 回到家里 将自己和张小驴之间的一幕幕 像是过电影一样 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 他反复地问自己一句话 那就是 自己能不能忍受这样一个人 能不能做到 眼不见心不凡 能不能做到 看见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不吃醋 不生气 不愤怒 结论是 他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 那就要想办法离开这个漩涡 黎明时分 一夜未睡的韩英奇 早早起来上班 在走之前 为家里人做好了早餐 世界是平行的 谁离开了谁都能活 韩英奇决定 从今天开始 自己要活得更好才行 同时 他做出了一个更大的决定 那就是 离开市政府 还是回到自己熟悉的行业里来 一大早 张小驴就接到了胡青禾打来的电话 俩个人约在了一个茶楼见面 到了之后 胡青禾才告诉他 这个茶楼是谁的 还让张小驴以后多照顾一下生意 回头我问问 徐市长市政府的招待用茶 都是从哪里进货的 看看能不能从这里进货 我想问题应该不大 张小驴小声说道 胡青禾文言眼睛一亮 说道 谢谢 有心了 这是你要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你这次没戏 怎么说 张小驴一愣 问道 你先看东西 咱们再谈 胡青禾说道 张小驴拿过去档案袋 将里面的材料都倒了出来 半个小时后 张小驴抬头看看胡青禾 问道 这么做都能活到现在 所以我说嘛 这个人有能量 还很厉害 不 胡队长 你这是知道党玉刚老底吧 他背后是谁 张小驴问道 这个党玉刚是个人物 以前是混社会的 但是后来慢慢把自己洗白了 开了不少公司 不再从事一些黑的东西了 所以现在还算是一个正经的商人了 虽然做得不大 但是很明显 有背后的人撑着 还能混得过去 你现在要想打他的主意 我看不现实 胡青禾说道 你倒是说说 这人是谁啊 张小驴问道 那你知道汤立斌这个人吗 胡青禾问道 汤立斌 不知道 我哪知道省城的这些当官的 我又不是你们体制内的人 张小驴说道 所以啊 你还是不要打这个主意了 这个人是云海市公安局的局长 是党玉刚的舅舅 而且呢 这个汤立斌是郭维正刚刚提上来的人 之前康文东在市里的时候 那个局长被换掉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觉得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 敢和那些大人物的大腿过过招吗 胡青禾问道 这么有后台 我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其实党玉刚的后台 是郭维正书记 话不能这么说 我的意思是 汤立斌不可能这么就下去了 这点是找不到他的头上 但是呢 他却可以有十万八千个理由找你的麻烦 别说是你违法了 你就是不违法 也能通过钓鱼 把你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所以 一旦被他盯上了 那你要么是滚出云安省 要么是被抓 进监狱吃牢饭 胡青禾说道 卧槽 这么严重 张小驴有些害怕地问道 就是这么严重 你以为呢 所以 你还是断了这个念头 对了 乌林生那里 有没有什么新动作 胡青禾问道 没有 你放心吧 还是那句话 这件事的关键点 不在乌林生 而在谢雨晴 这是 你还得在谢雨晴身上下功夫 否则的话 我也帮不到你 张小驴说道 我知道 所以我准备周末的时候 去上海一趟 找他好好谈谈 胡青禾说道 张小驴笑了笑 说道 依我看 这是差不多得了 你准备和他结婚吗 根本不可能 胡青禾摇头道 既然是不可能 那就趁这个机会断了也好 你想 这是多好的机会 要不然的话 你还得再找其他的机会 到那个时候 不一定像现在这么合适 这可是 他主动和你疏远的 要是等你提出来 你会感觉到更难受 张小驴说道 爱 老弟 你还是太年轻 不知道感情的妙处 怎么和你说呢 这几年 他成了我感情唯一的慰藉 无论多难受 只要是和他聊聊 我的心情总能好起来 要说现在让我放弃 心里真是舍不得 胡青禾说道 好吧 我没话说了 这些东西我要带走 胡队长 我要是 还需要其他的材料 你得再给我提供 当然了 我不会说你给我的 到时候 徐市长那里 我得说明情报来源 徐市长对自己人 从来不吝啬 张小驴说了这么一句 模棱两可的话 像是一句承诺 但是却什么都没说 不吝啬 一条 承诺 都很适合 都很适合 我 听不吝啬 伍宝 宝